我自己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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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的 準備好了嗎? 行 真的行 Come on baby 好,我們見你了 來吧 你好像不太遮咯 你就不行 我碰到那裡很棒 你不要死頂 我自己看 你不是咬我嗎? 你不要夾蠟子 不要死餐 下麻糬藥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醫生 在這裡,什麼事? 她們下麻嘴 暈了 麻嘴? 不要亂來 麻嘴不可以私自用 而且就算做手術 都要專責醫生負責才行 一般大手術 我們都有一些麻嘴科醫生在場處理 他負責監測病人的血壓等等 而我們科醫生 只專注自己做手術 就可以了 其實一些突發情況 非常少發生的 但就算有突發的情況發生 我們都有一些機制去處理得到 那你快點來負責吧 手術除了主診醫生和護士之外 其實麻嘴科醫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外界普遍對麻嘴科醫生的認識都不深 以為他們只是負責為病人打支針 完成工作就算了 現實就是麻嘴科醫生 其實在手術裡面 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們會全程密切地監測病人的情況 確保病人的身體情況足夠應付 令手術能夠順利進行 其實麻嘴科醫生在整個手術裡面 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麻嘴科醫生要在病人到達手術室之前 就已經做好準備 例如檢查麻藥機和相應的藥物 而他們在手術期間都會全程陪著在病人身邊 檢查病人的衛生指數 也要透過機器觀察情況 為病人止痛 確保他們的身體狀況可以應付手術 在手術期間 如果有突發的情況 其實都是要靠麻嘴科醫生 來維持病人的生命 讓醫生可以盡快完成手術 麻嘴科醫生其實也是病人的最後守護者 如果有高風險的病人 未必可以熬過緊急手術 他們就會與奸人和手術醫生商討 為病人選擇一個最適合的治療方案 所以麻醉科醫生 在手術裏面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你沒事吧 古有關雲牆刮骨眼淚 現今有我女神煙打的尿道指 什麼話 你上次就生雞眼 你真是鑊鑊刀 你兩個不要那麼無聊 你真的很無聊 我可以做一個做法 你會做一個做法 你會做一個做法 完成任何事 你會做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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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做完事